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几率分配 什么叫做几率分配呢 就是说 一个随机变数的所有的可能值 连同它的一个几率的函数 我们就称为随机变数的几率分配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这可是随机变数 那么它所对应的几率 像这样的对应的方式 我们就称为它的一个函数的状况 我们就称为几率分配 那么我们习惯的写法是这样子的 这样写会比较方便 这里是x 这里就是几率 那么这边我们把它的所有的值列出来 这边就是它所对应的几率 那么这样的写法都是所谓的间断型的写法 那么如果说是连续型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就要用的是一个几率密度函数的表达方式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一个例题 头指两颗骰子 那么x代表的是两颗骰子的点数和 那么我们要想要知道的是几率分配是什么状况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它有哪些可能 我们把它的所有的可能列出来 第一颗骰子 第二颗骰子 我们都至少都有一点到六点不等 所以我们把所有可能列出来 变成了一个方阵 各位同学看 这第一个骰子 第二颗骰子 所以是11 有可能是12 有可能是13 有可能是14 那么x代表的是两颗骰子的点数和 那么x的可能有哪些可能 那么几率分配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点数和有哪些 至少是多少 至少是两点 所以这边是2 要不然呢 3点也可能 4点 5点 6点 7点 8点 9点 10点 最多几点 到12点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几率 两点的几率 相对来说很低 为什么呢 因为总共这边有哪些可能 66 36种可能 而两点只有这一个 所以这边是36分之一 3点呢 3点就是这两个 所以是36分之二 那我们这边不同分 是让各位同学看得更清楚 4点呢 4点是不是就是三个 所以是36分之三 那么5点呢 5点是不是这四个 36分之四 6点 6点是这五个 36分之五 7点 7点是所有几率最高的 36分之六 这边是一直在递增 一直在递增 到了8点的话呢 就开始递减了 最高峰已经达到 36分之五 那么9点呢 9点是这个地方 63544536 所以是36分之四 10点 它的几率是36分之三 11点是36分之二 12点是36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 几率分配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可能 都写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 这里面每一个数字怎么样 都是正的 都夹在零跟一之间 而且这里的总和 各位同学不妨试一试 他加一下看 这个总共合在一起 是会是多少 一定是一 百分之百 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状况了 所以他发生的几率是一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几率分配 那么我们做了 这个题目之后 我们想要了解 它的一个走势 它的状况 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图 对我们来说 可以更加认识 这个几率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 把它画成一个 几率分配图 那么几率分配图的画法 其实也很简单 跟刚刚那个几率分配 一样 是这样的 我们先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列出来 那这是因为它是 间断型的 而且我们每一个格子 都把它 间隔 都把它 离 离那个距离都是一 那么我们来看 二所发生的几率 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边我们都用的是 宽度都是用一 那么这边就是 三十六分之一 这边呢 三十六分之二 这个是三十六分之三 三十六分之四 三十六分之五 三十六分之六 这是三十六分之五 这是三十六分之四 三十六分之三 三十六分之二 三十六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的几率啊 刚刚同学可能还没 还没来得及加起来 是不是一 我们就已经变到 这个算式了 其实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 这是我们的高度 三十六分之一 宽度呢 各位同学知道 它都是一 这是从二点五到三点五之间 这是三点五到四点五之间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长层宽 这就代表的是面积 这个总面积 这个像是一个 这个阶梯形的啊 下来的这个 这个总面积 所围出来的面积是多少呢 这个一定要 全部都是总和为一 就对了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性质 就是几率分配图 它所围出来的这个 这个像一根柱子 一根柱子的总和的面积 就是一 那么刚才我们讨论的是 间断型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连续型的 连续型的话呢 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首先我们要先定义的是什么呢 连续型的来说啊 如果是一点 所产生的几率 我们都固定为零 几率太低了 我们只能够 讨论什么呢 一段区域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要想要知道的是 A到B之间 它的几率 那么就是所谓的 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要算这块的面积 就是用积分 A到B F of X DX 这就是我们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这个我们在积分的地方 我们都有交过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有状况 就是由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那或许有些情况 并不见得一定要到 从负无限大 正无限大 我们要看它的定义欲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所有状况 所产生的几率 一定就是1 就对了 总面积为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连续型的几率分配的例题 假设一个连续的随机变数的几率 密度函数是这样的 那么它定义在2到6之间 那么它要算的是2到6之间的几率 那么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边等不等于 不用等于 因为等于也没有用 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考虑它夹到两者之间的一个几率 所以这边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open interval 就是开区间 那么这怎么算呢 第一题的算法就是 算积分 2到6 几率密度函数在这里 40分之1好了 我们写在这边 x加6 比x 那么我们把40分之1丢到前面去 这边就直接积分 这边就直接积分 2分之1x平方 再加上6x 好 积分完毕之后 我们下限为2 上限为6 我们算一下 6带进去 扣掉2带进去 6带进去是36 2带进去是4 36减4 32 第二部分 这边6带进去 这边2带进去 所以相减是变4 4 6 24 所以是40分之1 乘上 这边是16再加24 刚好是1 那么符合了我们前面 基本的假设 就是说 所有的可能性 这个几率是多少 是1 那么我们再来谈这个几率分配图 几率分配图 其实并不难画 因为它是一个线性函数 那么就是一个直线 我们把它画出来 我们画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这是一条直线 那么它的这个几率的密度函数 在这里 那么我们也顺道跟各位同学说 它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在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这是一个 什么形状 同学都知道 这是一个T形 那么当带2进去 我发现是8除以40 所以是0.2 带6进去 12除以40 是0.3 那么这一段呢 2到6之间 是4 那么我们这块面积是 上底加下底 乘高除2 刚好是多少 刚好就是1 所以也符合了我们原来 所介绍各位同学 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由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那只是一个表示方法而已 这代表的是总体所有的可能性 几率要总和为1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随机变数 将这个样本空间 这个量化 而且的话呢 有了几率分配 我们介绍的几率分配的观念 注意的是 几率分配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间断型 一种是连续型 那么我们在后面陆陆续续 会介绍一些特殊的几率分配